一身白色襯衫搭配短褲打扮休閒 穿越草皮走向酒店游泳池 遊客靠近一位坐在池邊的長髮女子 身分被爆料是宣布結束十年婚姻的 大陸富少汪曉飛 她帶了個女的來嗎 準備要跟長髮女互動聊天 汪曉飛一發現有人在拍攝 隨即掉頭走人態度很謹慎 原來有網友在海島度假酒店 巧遇汪曉飛和女性有人出遊 不只錄影片還曬出多張合照 證明確實是汪曉飛本人 還稱讚長髮女子挺好看的 但並未止出拍攝時間 而最近汪曉飛才被爆料有嫩眉心歡 引發熱議 發表離婚聲明後 汪曉飛隔天先現身在母親張瀾的 帶貨直播中看起來氣色不錯 六天後才因母親張瀾爆料 陳建州打人發文提到潛妻大S 表示任何事情不再一一回覆 其他動態都忙著拓展個人品牌店面 因此外界推測爆料影片 應該是在宣布離婚前拍的 大S最近模樣也曝光 她跟妹妹小S范曉萱 范瑋奇及造型師好友們 相聚吃日本料理的合照 一群人面色紅潤 大S一臉微醺還雙手抱住造型師 她身穿雪紡紗紗紙上衣 被網友稱讚氣色很好 甚至變得比小S還瘦 相愛十年的王曉飛大S離婚後單身生活 各自潛行各自精彩 TVBS新聞上面在紅天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